要說最近誰的凡心事最多 相信霍建華和林生如必然是其中之一 因為他們兩個 深陷分辨的傳聞當中無法自拔 就算是合體 出現在私人聚會當中 也無法改變大家對於他們分辨的想法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他們倆被網友報出簽署了離婚協議 身為南方的霍建華而此正身束戶 而且爆料還說由於三年未工作 他的精神好象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個傳聞一出瞬間就讓網友們炸開了窝 大家都不敢自信 雖然他們不是很看好 霍建華和林生如的感情 但也沒想過他們的感情 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因此兩人分辨的傳聞 發酵的愈發例去 就算本人出面澄清 也無法得到緩解 但沒想到 在這個時候 後霍建華和林生如的分辨又升級了 為什麼這麼說 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林生如在當地 接收了媒體的採訪 在採訪中他公開承認了 自己與霍建華婚姻不順 看起來就仿佛有意 將分辨的傳聞鬧大 因為他這麼說 根本無法平息輿論 反而會讓他愈演愈烈 說到者 大家肯定很好奇 媒體究竟是怎麼問的 據昔媒體問林生如 全國很多明星夫妻都離婚了 你和霍建華 也是明星夫妻 未來會不會感覺很困難呢 沒想到林生如 居然直接回答到 非常難、很難 這句話直接將兩人的 相處狀況暴露了出來 隨後林生如還以此 內涵老公再吃軟飯 因為他們的生活完全不是 之前所營造的雅種幸福感 而是一地雞毛的樣子 不然的話 林生如不可能 在公共場合 都如此不維護兩人的感情 回首當年 林生如被霍建華當中苛斥的瞬間 是否後悔起初決定走進這段感情 是否對於衝衝的閃氛和懷孕感到後悔 這些話可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然而 網路上的一段媒體曝光 讓他們的婚姻問題再度成為焦點 當時 霍建華與林生如在街頭爆發激烈爭吵 場面異常尷尬 霍建華甚至當眾怒敲林生如 聲音之大 就連遠處的狗仔也聽得一聲二楚 敲完之後 霍建華毫不顧忌地離開 前往飲品店買果汁來平復情緒 然後駕駛著價值近4,000萬的法拉利離去 儘管當時與勢不少 但他絲毫未回頭 而林生如則獨自一人在雨中暗然離去 情緒低落 不時用手掩面 試圖掩藏內心的痛苦 之後 他獨自坐在街邊的社墳上 久久地陷入沉思 這音樂讓眾多觀眾感到霍建華的行為過於過分 婚姻也因此再度引發關注和質疑 然而 林生如卻迫切地澄清 稱那晚僅是因為夫妻雙方討論問題 聲音少大疑異 至於霍建華拋下他的情節 他解釋是因為吃得太多 想散布消化 所以讓他先行 雖然這些解釋表面想看起來合理 但似乎缺乏舒服力 從婚姻開始時 他們的感情就一直備受爭議 主要原因在於結婚的速度太快 2016年5月 霍建華和林生如宣布戀情 僅僅2個月後 他們就在巴黎島舉行了婚禮 次年1月 女兒小海豚降生 這個時間節點讓人不禁猜測 也許林生如在他們公開戀情之前 就懷孕了 這也再掌了一種聲音 聲稱林生如是迫迫霍建華結婚並欲子的 此外 婚禮上霍建華表情嚴肅的情景 也讓人印象深刻 似乎對這段婚姻不是很滿意 而林生如曾在一次訪談中 暗示霍建華不愛喝酒 這引發了一些猜測 是否他們的孩子是走後亂的結果 一時之間 有關林生如早年的黑料被爬出來反覆加工 這位少年成名的 只未家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輿論漩渦 當時鋪天蓋地 都是林生如借子迫婚的留言 就連兩人的婚禮現場都被拿出來指點 聲稱霍建華全程黑臉 疑似被脅迫結婚 諸如此類不看好的聲音太多 讓外界本能地對這段婚姻獲上了一個問號 最直觀的反應就是公開戀情之後 霍建華一夜之間脫粉素問 他本人在老語有約中談到時 也感嘆到結果婚粉絲都跑了 兩人婚後 單凡有一些風吹草動 就會被媒體大家報導 各種分辨的消息層出不窮 甚至環有霍建華就此失業 再加謊溝蓋的言論 這話雖然誇張 但霍建華的事業因此受損是不爭的事實 他那些年在螢幕上的活躍度明顯降低 再加上如意傳播出後 網上對他演技方面的差評滿滿 更是拉低了大眾的期待食 粉絲不滿意 霍建華本人也不願意面對各種喘測和議論 乾脆減少氣弱 再加謊 帶有適應的意思 可指有真正走近霍建華夫婦的生活 才會發現他們的相處 遠沒有愛界傳言中那般不堪 早在兩人定情成分之初 就有粉絲說他們相識相愛的細節 故事在2005年就埋下了腹筆 霍建華和林心如因為電視劇《地下鐵結源》 當時的林心如並非單身 所以兩人沒有產生戲劇之外的愛情 更像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朋友 據林心如自己回憶 她是一次走最後心情不好 打電話跟朋友傾訴心事 不小心撥錯了霍建華的號碼 於是一個滔滔不絕的哭訴 一個安安靜靜的傾聽 雖然最後發現是個烏龍 兩人的感情卻意外因此昇華了 如果說之前只是合作過的朋友 那從這之後就升級為彼此的資深很有料 接下來的幾年 兩人的發展從心不同 有沒有再合作拍戲 可思底下的聯繫從未間斷 2011年 林心如首當製作人拍攝電視劇《傾世王妃》 在拍攝之前編劇就告訴林心如 南伊流連城一角希望霍建華來出現 於是就有了林心如三請霍建華的故事 因為這次合作 兩人明面上的交集與發頻繁 無論是現場拍攝到的花絮 還是出席宣傳活動 兩人的相處都十分和諧有愛 其實早在這個時候 愛情的總子就已經腫下了 經過幾年的醞釀新根發芽 直至掌成參天大樹 2015年的過劇聖典上 霍建華本來和好機友護哥排排座 但是為了和林心如聊天 頻繁側身張望 將坐在中間的護哥 鎮成了電燈泡 到了中場休息的時候 霍建華乾脆佔了護哥的位置 和林心如比倫移座 開心咬耳袋的樣子 很難說沒有害悔 也就是這一時期 有關霍建華和林心如的戀情飛聞轉的快快揚揚 雙方當事人心肖不宣地選擇沉默 到了2016年的520情人節 霍建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發布了一則消息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文末得意喊得了女主角林心如 林心如則同步回覆了一個比心的圖片 兩人正式貫宣承認戀情 張飛聞坐實 之後就是僅羅馬古的婚禮進行時 時隔多年再看兩人的婚禮現場 那些隱藏在細節的愛意根本無法忽視 人稱勞幹部的霍建華會緊張到無躁 以至於親吻親娘的時候首都再微微發抖 他說認識心如這魔狗能做朋友感到很幸運 如今能做夫妻感覺更幸運 面對未來的風風雨雨 希望可以一起攜手共同面對 婚後霍建華接受採訪時說 勿承認戀情之前 出去約會都要躲住 很辛苦 宣布戀情當晚 我就牽住他的手 光明正大的去是火鍋 從他語氣中流露出的幸福根本無法掩飾 女兒的出生 更是讓他在這個世上 走到了真正屬於自己的一份責任 與其說霍建華婚後事業受損 被迫沉植 倒不如說他自願回歸家庭 用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的成長 無論是媒體拍到的 或是臨心如和身邊好友接受採訪時提到的 無一不是霍建華照顧妻女 享受生活的幸福時刻 所以儘管兩人分辨的留言一直不斷 但從未被證實 不知不覺中 他們夫妻已經並肩走過去七個年頭 大眾們已經接受 並相信他們分因和諧的事實 至於霍建華從頂流到失業 事業再難回春的說法 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霍建華的成名 本就是多種實力和機遇的集合 如今隨著年齡上升 即便沒有結婚的因素在 也未必能長紅不敗 霍建華自己也承認過 他很難接受妄想的負面言論 他就是個大玻璃心 17年的一部如意傳 將他噴到體無原夫 索性關閉了社交留言 之後的這幾年 霍建華的中共成員 和相約在冬季 也沒能掀起太大的水花 他算是消失在了大眾的視野裡 不過近日 傳來了霍建華的復出消息 他將與大美女劉奕妃 搭檔出現新劇《玫瑰故事》 然而 這位真一度被轉失業的男性 又引發了關於 他與林芯妃婚姻的各種傳言 此時 霍建華已經復出 與劉奕妃合作拍攝新劇 而林芯妃則在台灣拍戲 獨自帶著孩子 長期的憤居生活 引發了不少關於他們婚姻狀況的猜測 有人奇怪 為什麼一個已婚的男人 會陷入如此的落魄景地 在霍建華停滯不前的那幾年 他曾被發現在街頭扣腳 精神狀態看似不穩定 這樣人們開始猜測 他的生活和婚姻 是否出現了問題 兩人長期憤居 每隔幾天 就有關於他們感情狀況的猜測傳出 有人諷刺二人結婚前 一個喜歡尋找年輕的小鮮肉 一個側被棄青衛炮王 這樣的組合是否能長久 曾經有台灣的名狗仔聲稱 霍建華和臨心如 早就簽下了離婚協議 第一消息 讓外界對他們的婚姻更好奇 然而 關於他們感情狀況的真相 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無論外界如何猜測 他們的婚姻仍在繼續 這獲得有是娛樂圈中難得的堅守之一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